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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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竹的静讯 今天5月19日是我的生日 刚好离母亲节很近 想祝福村长和小村民们母亲节快乐 天天快乐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还有 我每天都跟PokaPoka故事村的小合同抱枕一起睡哦 超级舒服 超级好睡的哦 哇 虽然有一点过了 但村长要先和静讯说一声生日快乐 也很谢谢你给我的母亲节祝福 村长觉得很开心 那说到小合同抱枕呢 不仅是静讯 其实小村民呢 每天也都跟小合同抱枕一起睡觉哦 如果你是收听节目的朋友 你也很好奇这款小合同抱枕 抱起来有多舒服的话 欢迎到村庄的小商店和我们购买哦 那小合同抱枕 我们会以全家电道店的方式寄给大家 好的 下一封信是来自Arky的信 Arky说 感谢在儿子放学路上的陪伴 Hello Arky的儿子 不知道你叫做什么名字呢 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哦 很开心我们可以陪伴你度过放学的这段路 那念完来自请我们喝一杯咖啡的朋友们的信件后 村长想和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村长决定先关闭定期定额赞助的功能 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呢 首先呢就是其实现在定期定额赞助我们的朋友也不多 那再来就是因为村长接下来要迎接小小村民 所以大概也没有力气再推广定期定额赞助我们成为村庄的一份子的这个方案 因此决定要先终止定期定额赞助我们的这个赞助方式 那如果你还是很想要支持我们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听完每一集故事之后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一集故事 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抖内支持我们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抖内给我们也没有关系哦 你可以多听几次你喜欢的那一集故事 那特别是如果是YouTube频道的朋友 因为YouTube频道一开始呢都会有广告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替我们把广告看完 这样村长呢就可以赚到一些YouTube的广告分论 那如果你是收听Podcast的朋友 村长记得有几集的Podcast 村长有开放Podcast平台插播广告 那你也可以替我多收听几次那一集的故事 这些都是可以支持节目继续做下去的方式 好啦那接下来要来念念 在Apple Podcast留下五星评论的信件 首先是卓西 卓西说我上次被你念到留言我好开心 小河童喜欢吃棉花糖吗 我最喜欢吃棉花糖了 哦 谢谢卓西看到你的信件我也觉得很开心哦 那关于你的问题小河童喜欢吃棉花糖吗 应该没有小朋友不喜欢吃棉花糖吧 村长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也好喜欢吃棉花糖 我特别喜欢吃粉红色的棉花糖 虽然不管什么颜色的口味好像都一样 但村长觉得粉红色的感觉有一种草莓口味的感觉 所以小时候的村长很喜欢哦 好了那再下一封信是来自Joy Joy说我觉得你讲的故事很好听 Joy is a good listener 就是Joy是一个很好的听众的意思 谢谢Joy的支持 希望你现在仍然喜欢我们的节目哦 好的 那再下一封信是来自 它的名字叫做随便就好 随便就好的信件写着 我每天都要听 请问一下迪奇玛雅是什么动物呢 然后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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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谢谢随便就好 关于迪奇还有玛雅是什么动物呢 其实村长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在PocaPoca故事村里面呢 除了有就是大家常见的兔子啊熊啊这种 一般我们知道的动物之外也有许多是不明的生物 就是有点像是小怪物这样 那迪奇的话村长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但玛雅的话村长觉得大概有一点像熊吧 熊类的动物 希望这样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好的那再下一封信是来自小兔子的信 小兔子说你不爱吃草莓蛋糕对不对 为什么呢 其实村长有在之前的节目上提过 村长不爱吃草莓蛋糕 那其实是因为村长有几次吃了草莓的蛋糕 或是草莓的松饼冰淇淋等等的 就是草莓相关的制品之后呢 又是拉肚子又是呕吐过 眼中的时候还曾经半夜挂急诊 也是因为这样村长对于草莓相关的制品呢 感到有一点害怕 不过因为小村民很喜欢吃草莓 所以目前来说 只要是新鲜的草莓或是新鲜的草莓做成的蛋糕 村长的身体都是可以接受的 再下一封信是来自安安檸檬 安安檸檬说你好村长 谢谢你一直讲故事给大家听 我好喜欢你的故事 特别是小和童日记 请问小和童最好的朋友是谁呢 希望我的留言会被你念到 给你一百颗星星 哦小和童最好的朋友是谁吗 其实小和童跟班上的同学都蛮好的 那我觉得有几个感情比较好的 像是杰西 因为杰西住在他家附近 还有波奇 因为在教室里面 小和童就坐在波奇的旁边 波奇的爸爸 有时候也会带小和童和波奇一起出去玩 最后还有玛雅 因为在某一次的假期里面 所有同学都出去玩了 只有玛雅和小和童两个人 在山上度过这个假期 也因为那段时间 他们两个曾经吵了一架 不过因为之后又和好了 所以我想经过这次的争执之后呢 他们的感情应该也是不错哦 好的 那再下一封信 是来自超好听 希望可以创新的呢 那这封信 是来自他听完了爸爸的黑暗料理后 写下的信件 那他说我笑了 那接下来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哦 一 请问插画都是你画的吗 二 小和童是几年级呢 三 小和童会打电动吗 四 他有switch吗 switch就是一种游戏机 他说希望我的留言能被念到 建议希望更新快点 给你一颗星星 谢谢 那首先来回答一些你的疑问 第一个 请问插画都是你画的吗 是哦 大家在PocaPoca村里看到的所有插画 都是村长画的 第二题 小和童是几年级呢 村长不是很确定 但大概是中低年级的小朋友 三 小和童会打电动吗 他有switch吗 哦 小和童还不会打电动耶 所以他也没有switch哦 不过可以跟你说的是 村长有switch 不过自从小资命出生之后呢 村长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玩switch了 前一阵子村长还忍不住跟先生说 你觉得我什么时候可以玩动物森友会给他看呢 不知道收听节目的大家 就不知道动物森友会这款游戏呢 这是村长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款游戏 村长从以前 还没有switch以前还是什么NDSL 如果小朋友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问你的爸爸妈妈 他可能会知道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款游戏机 以前动物森友会是在NDSL上面出的时候 村长就好喜欢这款游戏哦 但那时候其实没有中文的版本 只有日文或是英文的版本 村长呢 那时候玩的是日文的版本 可是村长其实那时候完全干不懂日文 我还是好喜欢好喜欢这款游戏 那这款游戏其实跟PokaPoka村有一点像 那他就是在一个村庄里面 那你可能就是要钓鱼捕虫 采水果 然后来赚钱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每天去跟你的动物村民们聊聊天 写信 然后互相给一些礼物 那这个礼物可能是一朵花 或是家具或是衣服等等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游戏 不过自从生了小村民之后呢 村长在动物森友会上面的村庄 已经完全荒废了 非常期待可以重新打开 我在动物森友会上面的村庄 以及好好经营村庄人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要来念念下一封信 下一封信是来自品兮成安 他们想问问 请问小合同他们分别是男生还是女生 谢谢你给我们讲故事 超好听 哦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许多朋友都好奇的事情 那村长就要趁今天来为大家大解密 山上小学的小朋友们 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别呢 首先是我们的主角小合同 小合同呢 他是一个小男生哦 不知道跟大家预想的一不一样呢 那接下来还有像是杰西 杰西的话看他名字应该就知道他是一个女生 然后杰西的个性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 所以他是一个急性子的女孩 再来就是兔子罗宾 罗宾呢是一个男生 是一个有点憨厚老实的农家子弟 因为罗宾家是种果树还有种菜的 那至于迪奇呢迪奇是男生 然后罗宾和迪奇呢 他们是从小就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哦 再来是波奇 波奇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害羞 讲话很小声的小男生 然后波奇说到波奇的话 就一定要提到丽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波奇和丽娜其实是亲戚呢 那丽娜呢就是很明显的 她就是一个女神 就是一个非常有女孩子气 就像是你看她的毛色就是一个 很多小女生都会喜欢的紫色 然后她喜欢跳芭蕾舞 所以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女生 最后呢差点就忘记玛雅了 玛雅的话呢她也是一个小男生哦 是一个个性非常乐观开朗的男生 那这么想想 其实山上小学几乎都是小男生耶 想想好像有一点特别 好啦以上是来自在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的新建 那接下来要来念念私讯给村长的信件 那这封信是来自永兴的信 永兴说 to村长 每次上下课在车上时 我都一定要听村长说故事 感谢村长让我在车上不无聊 另外也谢谢村长特别在桌壁上帮我签名 我很喜欢哦 祝村长平安健康 心想事成 谢谢永兴的信件 那说到永兴呢 永兴是在呃 村长那时候展览大概是二月三月的时候吧 村长收到来自展览场地就是二号基地咖啡的店长的讯息 说有一个叫做永兴的小朋友想要买村长的桌壁 那村长当时觉得有点惊讶 想说现在都是三月了 竟然有人还愿意买村长的桌壁 村长觉得非常的感动 谢谢永兴这么喜欢我们 这么支持我们 村长接下来呢 也会继续制作有趣的故事 陪伴永兴度过放学后在车上的时光哦 好啦 那再接下来呢 是来自留言给村长的信件 首先呢 是来自龙龙 龙龙呢 应该是看完了PokaPoka村百货公司那一集的故事之后呢 他许愿希望村庄可以盖一栋 他是写001大楼 但我猜他想说的是101大楼吧 哇 但是村庄光是盖一栋PokaPoka百货公司就盖了这么久 村长没有把握可以盖出一栋101大楼哦 好啦 那再下一封信 是来自Edison的信件 Edison说 好棒哦 我最喜欢小合同系列的故事了 太好了 谢谢Edison 其实小合同系列故事呢 村长做了非常多年 在有Podcast之前呢 村长是写文字 搭配插画放在粉丝页 那之后是有出城绘本 不过一直觉得 有一种没有受到很大回响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村长会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放弃小合同 但是还好就是Podcast的出现 让越来越多朋友认识小合同 所以村长只要听到 跟村长一样喜欢小合同的朋友们的留言 我都觉得很开心 好的 那再下一封信 是来自 倪芋头的信 倪芋头说 村长的故事都好好听哦 爱你哦村长 拜拜 谢谢倪芋头的信 我也非常的爱你哦 好的 那最后一封信 是来自Sunny W的信 他说 小孩很爱听 谢谢Sunny 村长会继续加油的 好啦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所有信件 那最近其实蛮多朋友会问村长 小小村民什么时候会出生呢 那小小村民的预产期是在8月20号 所以也快了 那希望呢 在小小村民出生之前 村长还有机会可以再开一次村长信箱 所以如果你听完今天的村长信箱 你也想要寄信给我们的话 欢迎抖内留言 或是在Apple Podcast留下五星评论 或是在各大平台留言私讯给我们 这样想对村长或是村民说的话呢 透过以上几种方法传递给我们哦 好啦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 欢迎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村庄的商品 又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支持村庄发展哦 那么剖卡村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下周再见了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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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再见